不知道你有看过卡通电影吗 在卡通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 以金刚一五为主角的电影 我们叫做李约大冒险 在其中的主角是一只蓝色的金刚一五 整个电影的主轴就是以这个蓝色金刚一五为主轴 讲述这个金刚一五的故事 在电影中这只金刚一五是最后一次的蓝色的金刚一五 也就是这个主角 让整个电影充满着活力 令人非常的深刻 看完电影后 你是不是觉得对金刚一五 我们是否要更加的保育它呢 不过在世界上真的有这一种颜色的金刚一五吗 其实是有的 在现实世界中 有几种的金刚一五的外表 就是这种蓝紫色的颜色 最有名的一种我们称为蓝紫金刚一五的品种 这种的颜色就是蓝紫色的 这种品种的外表 有如卡通一般 非常的可爱 有着大大的眼睛 大大的嘴巴 加上很特殊的配色 这种鹦鹉的外表就像卡通跑出来的一样 非常的可爱俏皮 以中文名字而言 它的中文名字就是由外表的颜色所命名的 蓝紫金刚一五 其实蓝紫金刚一五又有一个特殊的名称 它被称为风信紫金刚一五 为什么会被称为风信紫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颜色 有没有跟风信紫的颜色很像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图 左边是风信紫 右边是风信紫金刚一五 你可以看它的颜色非常相像吧 所以才会被称为风信紫金刚一五 而蓝紫金刚一五呢 原产在亚马逊与林中 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刚一五 主要的族群 已知的分布是在南美洲的三个地区 巴西的南部 玻利维亚的东部 和巴拉圭的北部 零星的分布族群可能散落在附近的一带 蓝紫金刚一五体长可以到一公尺以上 最重可以到达1.7公斤 翅膀展开 最大可以到达1.3到1.5公尺的大小 在羽林中 它的数量其实慢慢的减少中 而蓝紫金刚一五的数量 为什么会减少呢 在原产地是在亚马逊与林中 除了七地被破坏之外 加上当地的保育观念不足 这种身价不凡的鸟类会被大量的捕捉 因为大量捕捉状况下 它的品种的数量就日渐的减少 依照科学家的估计 在1980年代至少有一万只以上的个体被野外的捕捉 并且进入到黑市贩售 所以经过了大量捕捉状况下 这个品种经过的调查 科学家发现 在野外族群可能不超过三千只左右的数量 非常的稀有 也因为数量的减少 科学家开始关心跟保育起这个特殊的金刚鹦鹉 进行了七地的保育跟富裕的动作 在这几年 经由人类的保育跟繁殖的状况下 拦指金刚鹦鹉在野外的数量 可能回复到五千只以上的程度 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要知道金刚鹦鹉有美丽的羽毛 并且生活在热带雨林中 人为的捕捉和七地的破坏 都是造成金刚鹦鹉大量的减少中 特别有一些的金刚鹦鹉已经灭绝了 目前至少知道五种以上的金刚鹦鹉 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例如 红头金刚鹦鹉 早在19世纪时 就已经被过度的烂捕 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古巴金刚鹦鹉 在1800年的时候 古巴金刚鹦鹉还是一个普遍的品种 不过在19世纪初 因为人类的大量的增加 砍伐森林 并且在人类的捕捉之下 科学家估计在1885年的时候 这个美丽的鸟种就灭绝了 所以宝玉金刚鹦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吧 蓝色的金刚鹦鹉 除了蓝指金刚鹦鹉之外 还有几种的金刚鹦鹉 外表也都是蓝色的 例如理查氏金刚鹦鹉 也是蓝色的品种之一 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种 小型的蓝色金刚鹦鹉呢 这个品种其实在野外已经消失了 最后一次的观察记录 距今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 其实这个金刚鹦鹉 才是里约大冒险中的主角的原型 随着人类的开发 地球的破坏 森林的减少 这也造成金刚鹦鹉能生活的弃地越来越少 还有在人类的不法捕捉之下 结合这些因素之下 也造成小蓝金刚鹦鹉的野外灭绝 小蓝金刚鹦鹉 其实它的名字应该被称为 斯皮克斯金刚鹦鹉 是一种指生活在巴西的原生种金刚鹦鹉 这种金刚鹦鹉在1638年的时候 首度被发现 并且在1819年的时候 科学家首度命名了 这种新品种的金刚鹦鹉 而它的名字呢 就以德国的博物学家 斯皮克斯的名字来命名 在1819年的时候 博物学家斯皮克斯 在巴西的雨林中 采集到这种金刚鹦鹉 所以最后呢 就以它的名字 作为这种金刚鹦鹉的命名 而在2019年的时候 国际保育联盟正式宣布 斯皮克斯金刚鹦鹉正式在野外灭绝 也就是这一年 正好是发现这种金刚鹦鹉的200年 经过200年之后 这种金刚鹦鹉正式在野外灭绝 斯皮克斯的金刚鹦鹉的大小 其实不是非常的大 它算是一种小型的金刚鹦鹉 有着独特的蓝色的羽毛 在头部的羽毛 通常会变成淡淡的浅灰色 你可以从后面的照片看得出来 这种金刚鹦鹉非常漂亮 带有淡淡的蓝色 跟蓝子金刚鹦鹉的颜色完全不一样 并且它的公母是同色的 所以在外表看不出公母的差别 而这种金刚鹦鹉的原始的生活地 只有在巴西东北方的一个小地区 我们称为卡廷家 这个地区原本是一个干燥的热带森林 一年四季中除了三个月的季节是雨季之外 大部分这个森林都是属于干燥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地区大部分的颜色都属于灰色跟白色的 这个地区的原本名字在他们原住民的语言中 就是白色森林的意思 不过因为二十四季初的森林砍伐 人类利用这边的土地进行大量的放牧 并且造成这个物种在野外的灭绝 当然除了森林破坏之外 大量的人为采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举个例子 到了1987年初的时候 其实这个品种就接近的灭绝了 当时的科学家在野外调查的时候 只发现三只野生斯皮克斯鹦鹉的存活 不过到了1987年的年底 被盗猎者偷走了两只 而最后一只 科学家就采用计划性繁殖 试试看可不可以繁殖出下一代 最后宣告失败 也造成这个物种在野外的正式灭绝 我们说一个题外话 其实李约大冒险中 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 我们对于他的蓝色的金刚衣武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中的主角蓝跟猪鹅 这两个主角在电影中 是世界上最后一对的金刚鹦鹉 不过其实在电影上映的时候 这种蓝色的金刚衣武 在野外已经灭绝了 虽然在野外灭绝了 但是斯皮克斯金刚鹦鹉 在人工繁殖上 还有少数的数量 经过几年的繁殖 科学家在这几年 打算把这个金刚衣武 富裕重新放回野外 科学家将世界上繁殖蛇 手上的斯皮克斯金刚衣武 一亿的计算出来 利用这些个体做富裕跟繁殖 终于在今年2022年的6月11号 科学家正式把八只的斯皮克斯 金刚衣武放回原来的七地 预计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 会放回更多的个体 预计有12只左右 而科学家在野放之前 特别选择了有生育年龄的个体 基本上斯皮克斯金刚鹦鹉 在4岁的左右 就可以产生繁殖的现象 所以释放出可以繁殖的个体 应该可以对这个物种 越早回到野外 越早建立族群 希望这个迷人又可爱的生物 未来可以重回野外 将来在野外 也有机会可以看到野生的个体 重返到这个世界上 不知道你对这个薪资 有没有什么心得呢 或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你留言在下面跟我们讨论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金刚鹦鹉呢 其实我有养过 我们下次再聊聊金刚鹦鹉的话题 我们下次见 拜拜啰 咖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